Hello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是想做一个近期收到或者买到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这次就是不光是种草而有 我觉得非常满意的 又是采泪让我觉得很无语的产品 那就闲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先说口红吧 我最近其实没怎么买口红 然后是这一支是Into You的净面唇釉 这个是PR送给我的一个套装脸 最近用它用的也比较多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因为这个是PR礼物嘛 其实我是没有收钱的 是真的觉得好才跟大家说的 这个是一个番茄红色 其实我以为我不会再为这种颜色动心来着 结果这个颜色真的超好看 而且质地也很优秀 你看它是一个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番茄红 就是不萤光 也不是过于鲜艳的那种 非常显白 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你看这个颜色特别显白哦 我就是涂了这个颜色之后感觉我这个镜头里的皮肤 有白的好像跟三号似的特别好看 然后它是可以呈膜的 膜感是没有像前阵子式的那个Roman的水膜的那种膜感那么的强 但是是颜色非常均匀的那种 就是可以把你唇色盖住的那种镜面唇釉 像薄涂是第一遍的是稍微有一点颜色不均匀 但是涂两层之后就是非常饱满非常均匀的一个颜色 它的质地是比较水的那种非常好涂 不会在你慢慢涂的过程中 它就是越来越稠啊或者是结块了 然后叠加第二层水也是非常顺利 不会和前面有打架的现象 还有一个比较难得的事物 就是它的染色不严重 你看这些干的纸巾擦过之后 就是只有这么一点颜色残留 你看西装纸巾擦过之后 你看 它就是擦一遍之后就没什么颜色了 然后反复擦两下 这颜色就完全没有了 就真的还挺好的 我试过这么多镜面唇油 就是这么不染唇的 上一个是兰蔻的那个漆光唇油 但是兰蔻的那个镜面唇油 是没有它这个颜色这么的浓郁的 就是这么饱满 那个颜色是稍微淡一点不染唇 然后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 然后不染唇 我觉得这支呢很好这一支 然后它这个膜感呢 维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我上一次涂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那个膜感也是还是在的 然后看一下它的粘杯情况 就是亲一下手背是掉色是掉这些 嗯 这样敏的话 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黏 不是非常清爽的那种 就真的真的很好 我真的不是打广告 我一分钱都没有收 就是强烈推荐你们试一下它这个系列 接下来说的就是眼影 对不起 口红我真的最近没怎么买 眼影是先吐槽这个吧 就是NARS现在真的很火的 这个其实我真的拿到东西之后 特别的疑惑 我看了很多那个种草的试色图啊什么的 就是它跟这个完全就不是一个颜色 就是如果你也被种草过 你肯定明白我在说啥 就是我看过那些 就是点赞量比较高的公块 它试色的这个眼影 都是那种亮澄澄的金黄色 真的不是这个特别深特别深的这个土棕色 我拿到手之后 我就以为是买错色号了 然后仔细对比它 就是这一块 我真是无话可说 它抹出来也还是这个深棕色 非常深 我在太阳光底下 还有那个我的台灯底下 看它都不是那种金黄色的 如果你是长那种亮澄澄的金黄色的话 就是这块你趁早拔草吧 它真的不是那种颜色 但是因为其实NARS的东西 我还是比较信任它质量的想算了 就是有色差就有色差嘛 就是好用也行啊 结果就是打开之后 它是不有一个这个塑料的隔片吗 然后这隔片它那边呢 就是贴得特别紧 不太好抠 然后我就想倒着 把这个塑料隔片给弄下来 结果它整个一块全都掉出来了 然后这就是它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质地 我之前看别人描述 我以为它是那种土豆泥质地 就和Colorpop差不多那种 结果它真的不是 它我觉得就是一个眼影粉 然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湿度 被压进这一个小盒子里了 就是因为它掉出来之后 我给它摁回去 然后不管怎么摁 它都不是特别的服贴 感觉没有办法把它们摁 完全摁成一体 然后你看看它这个样子 就是颗粒感特别强 一颗一颗 就是大家谁也不爱谁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抹的时候 它还是有颗粒感非常强 如果用手的 你看我用手蘸一点 就是一颗一颗的 虽然它有底色吧 它一颗一颗的特别明显 然后在手上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虽然它这个亮片挺好看的 就是我今天眼妆也是用它来画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 像有些亮片就可以 你沾一点 然后在眼皮上拍拍拍拍开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如果你用这种方法 它其实是拍不太匀的 然后会有那种小颗粒在那 你这个必须用刷子 给它慢慢给它刷开 用手的话就是不太利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颗粒不是比较大吗 就是在刷的过程中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颗粒掉到这个脸颊上 就是颗粒稍微有点粗 所以这块眼影它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我知道它本来就是这种深棕色的话 我可能都不会买 就这种颜色我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质地就是也太奇怪了 虽然说这颜色 然后你好好地用一下的话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对比它的价格 还有这些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可以不买 然后是斯福兰292 这个是我前一个拍的 它的试色还有那个眼妆教程视频 这块眼影我觉得就还不错吧 性价比挺高的 它其实和Striken颜色非常像 也是那种深棕色 然后带金色亮片的 颜色其实很好看 对着光看更好看 我现在没有光 你看一下它这个颜色 有点像那种铜色 然后带一些金色亮片 然后它这个亮片 因为我现在没有光啊 就看起来就是没那么的闪耀 但其实它这个对着光看非常好看 然后浴染也是 还是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给它浴染开的 就是不是一抹就美的那种亮片色 这一块它就是显色非常好 然后亮片也是很闪 然后像那个我在上一视频也说了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这个粉 我觉得压盘稍微有点松 然后粉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粗 所以画的时候就是不要蘸的太多 蘸太多画的时候 有可能也是掉到脸颊上那种的 所以就是每次少蘸一点 慢慢铺 慢慢熨染 就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块我也不建议用手 因为它显色是非常深的嘛 就用手的话 你不太好控制那个范围 还有它那个边缘 建议还是用眼影刷慢慢画 然后画板是参考上一视频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我还是挺推荐的 然后是旁边是Striken 它们的颜色其实比较近 但是这个是2920更偏暖一点 然后这个Striken是偏冷一点 是更深更发黑的那种棕色 然后亮片的话 这边的亮片是红棕色 就和它底色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边的亮片是金色的 就是差别是这些 但其实画到眼睛上是 还是真的挺像的 就是说真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像Nars这块 真的是没必要买 它真的也没有多特别 然后再加这个质子也不太好操作 就对 我觉得完全可以不买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看 试色功课被种草的是 爱丽小屋的单色眼影师 BR404 然后看大家试色起的名字 也比较好听什么 蜜桃乌龙什么的 这个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土豆泥 我拿到手之后 这块就是掉出来了 然后又给摁回去了 是比较软的 你看一摁 可以摁出来一个空的这种质地 就和那个Color Pop是非常像的 给大家看一下试色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 是用粉色底色 然后是银色亮片的 然后这亮片是非常多 非常密的那种 然后看一下手臂是色 就是我刚从这一盘挖出来的时候 那个粉色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把它抹开之后 这个粉色非常非常淡了 主要还是它这个银色的亮片 这个颜色其实挺好看的 但是还是那个韩系的通病嘛 我觉得它这个亮片是非常多 非常密 但是不通透 也沾得不够牢 就是在你这样抹开的过程中 就感觉这块颜色几乎就没有了 然后这亮片是到处都是 就是沾得不够牢 我用这个也画过一个眼妆 就是画到眼皮上的话 它那个粉色就是更不明显了 我本来是买了它 是想用它来当做那种 可以单独画一个眼妆的 单色眼影来用的嘛 但是画了之后感觉 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纯亮片吧 所以如果也有被这个 种草过的姐妹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试色 我觉得它没有办法 单独当一个眼影来用 就是一个亮片 其实聊到这个爱丽小屋 还有什么月尸风零 就是第一代韩妆 就是像我上大学 是最火的这些 我都是觉得好痛心 它们这些年真的就是 没有什么那种大火大热 那种单品 感觉势头有点不足了 我真的希望它们能 驾马劲赶紧再冲上来 全MAKE五色珠光眼影的16号 我前面买了这个系列的19号嘛 然后印象非常好 就是真的特别喜欢 那一块我是可以放到 年度爱用里的 然后就是想在这个系列里 再挖几块可以用的 比较好画的眼影 然后我看试色的话 这个16它是那种 偏金黄色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甚至在西里南 它跟Tom Ford的26号 做了对比 我就在想 可能会差不多 但是试到手之后 觉得还是有差距 给大家看一下 手臂试色吧 我手背上被卸妆湿巾擦太多次 有点色 它这个亮片没有这么难化 不好意思 我试的有点丑 因为有点看不清 来看一下它这个颜色 就它这盘配色啊 就是我以为是那种暖的 那种金黄色的感觉 但是试下来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有点偏清冷的感觉 就是除了这个金黄色 其他颜色都是冷掉的 尤其是中间这颗银色 它其实是有点像薄荷绿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整盘画下来就是 非常的清淡 然后你画出来那种很暖的感觉 我这盘我是试了一下 我觉得效果是没有那个19那么好 就是还可以吧 这个深的颜色它不是棕色 是有点发黑的 你看就是非常非常深 非常非常的黑 这种颜色其实是有一点不太好画的 就容易画脏 所以这盘是看着简的 其实是比较要求你的画法和技术的 这盘我觉得还是没有19好画 也没有19更值得推荐 所以我最近买的这几颗 我觉得还都不太满意 说实话 就是各有各的遗憾的地方吧 但是呢 我又不能停止买的这件事 找好东西给大家做测评 对吧 欠逼的腮红 小厨局这个系列是真的很好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我想推荐的时候 我买的是这种拼装的腮红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实用 用实惠 它是我在两个不同的店里买 你直接搜小厨局 然后拼装会有很多很多店在卖 这一盘我拼的是10号和20号 10号它是一个红棕色 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是一个红棕色 然后20号是一个稀有色 20号的显色会稍微淡一点 就是用腮红刷刷的话 还是挺上色的 用手抹感觉有点费劲 那这是20号 它是那种稀有色 是比较寒细的那种感觉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20号 但是涂得比较淡 可能不太明显 然后这两个颜色 我更喜欢的是这个20号 就特别适合夏天用 我觉得真的超级的 然后这盘拼的是两个紫色系的 这个是21号 这个是有点发白的紫色 然后这个是Wavy Marvel 是一个亚洲限定色 这块它比较火的是 有人说它可以做PK107的替代 它是一个比较偏白的那种紫色 这个是21号 然后在旁边试一下PK107 这个颤的还挺多的 这个PK107它是白的 然后会有蓝色的偏光优优的 然后这个就是紫色 然后真的替代不了 因为我用那个21号 也做过面部的体量嘛 就是涂在这个眼带这个附近 就它会非常明显 就是紫色的 会稍微有点奇怪 虽然也能体量嘛 然后是Baby Marvel这个紫色 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紫色是还比较柔和 就没有那么的紫 是有点比较暖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Baby Marvel 然后再用15号这块紫色 来跟它对比一下 就可以看出来嘛 这15号实际上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紫 然后这个是Baby Marvel 是改良过之后 会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点暖 有点发粉的紫 像这两个紫色 它其实都用到红皮脸上 都不是特别显白的那种颜色 它特别适合冷白皮的Maze 或者是你粉底比较白的时候用 如果是颜色肤色比较深 然后你那个粉底又比较黄的话 会用这个紫色 会被中和的 会有点发红 但15号的紫色 不是更强烈一些吗 这个紫色用到脸上之后 还会有明显的会觉得 它就是紫色 然后那个Baby Marvel 用到脸上 都会觉得会有点发红 发粉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想尝试紫色的话 可以从这个Baby Marvel 入手 因为它是我觉得是更柔和一点 但是你就是坚定了喜欢紫色的话 那就是15号 这个15号觉得是非常非常紫的 所以就是像它这个拼装 我是真的很建议大家来试一下 它是圆切的拼装 就是不是压碎皱 重新压爬的那种 所以它质地是没有发生改变 关于这个拼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姐没问过我 它会不会不方便取粉 我觉得你可以放心 它真的很方便 就是我常用的三红刷 是这种小头的嘛 就是刚好 你看可以单独取粉 就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是小出局的这个分量 真是用不完 实在是用不完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多试几个字号 卡诗的护发精油 这个包装好像不是常规款的 但是里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之前用的精油是欧莱雅的 然后那个是因为实在用的太多 想换换新的嘛 然后就尝试了这个 这个我刚试的时候还有点疑惑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油 像欧莱雅那个就这样抹 一次就能明显的感觉 那个头发变得非常柔软 然后是非常润的 然后这个就是用量 感觉会比欧莱雅的用量多一倍吧 然后才会觉得比较润 然后我当时还怀疑 自己是不是买到了假货 然后又看了它的那个描述 才知道就它卡诗这个精油 它是比较清爽的 就是你用完之后 手不会特别的黏 这个确实是真的 像欧莱雅那个 我抹完头发之后 那手都必须洗 不然那个特别黏 这个是抹完头发之后 稍微等几秒钟 然后那个手干了之后 就真的不油 对特别神奇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效果吧 就是记忆坨 它这个精油是这种透明 流动性还挺强的 然后碾开 然后我头发染发 好像有点频繁 所以它有点 发根是有点干的 这个抹的过程中 就是感觉它就是润吧 又带着一点清爽 就是不是那种 特别黏的那种润 然后这边是抹了 这个护发精油的 然后抹起来 还是比较清爽的时候的话 就是还比较蓬松的 然后这边是没有抹的 我捋顺一点 光泽 然后这个精油的味道 我觉得真的非常像 理发店的味道 对就是那种理发店 做护理的时候 可能会闻到的那种味道 不是那种非常香的 那种香精味道 我现在手抹完 那个精油是有点湿的 然后差不多快干了 但是这样摸起来 就不是黏的 就是还好 就有点像抹完 那种比较润的护手霜的感觉 这个我还真的挺满意 这一点的 当然你要说性价比的话 像牛奶眼镜 就是它价格的 我觉得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吧 但是它用完之后 头发其实也是有那种 得到滋润的效果的 就从它比较清爽 然后用完之后 头发是比较砰的那种感觉的话 就是性价比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反正其实你护发 只要做到滋润就可以了嘛 你手上你还可以洗一下手什么的 所以就是这个 我也没想好 用完之后还会不会回购 你们说我这是种草还是八草呢 我也说不好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使用感受 然后就是吐槽 我真的憋死我了 就是这个 是棉森的这个洗脸筋 我之前是棉森的 全棉时代的都用过 因为一下儿囤乱特别多 用了差不多两年才用完 然后就想再换一个新的类别 来试一下 然后就是买了这个 看下 它里边这个纸张呢 是其实比较大的 就是盖住整张脸 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是手上摸着也还可以 但是它问题在哪儿呢 就是你脸湿了之后 用它来擦脸的时候 真的有点扎脸 就是还不敌卫生纸的那种感觉 就像刚洗完的脸 是比较敏感的嘛 用它擦的话 我都不敢这样擦 就这样这样拍拍拍 给它蘸干了就得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味道 就是我总觉得 它有一种那种 鞭炮的那种火药味似的 就是非常非常淡 没有那么的浓 但是反正那个味道 就不太好闻 就是它其实还有别的类别嘛 然后我买这个 就是因为看上它便宜 然后当时还买二送一吧 然后就一下买了三包 但是事实证明 真的太便宜没有好货 然后这个不是 我一个人这样感觉的 就是我有一个姐妹 给它反馈也是 她也觉得这一款 是有点扎脸的 然后味道也不太好闻 所以这个我真的 跟大家说 我不要买这一款 然后接下来要讲一下耳饰 就耳饰其实被大家 问的也比较多的 就是你可以先猜一下 我今天带的这一对 是多少钱呢 5块8 想不到吧 就是真的太便宜了 我最近是沉迷阿里巴巴 真的太牛了 它上面会有很多厂家 它直接自己来开店铺 所以那个价格真是便宜到 你想象不到 然后这个是我在一家店里买的 然后它家是一屋的 专门做饰品的那种店 然后买了五六顿耳饰 一共才30多块钱 超级便宜 然后搞得我就特别想去摆摊 去买耳饰去 而且我在阿里巴巴上 看耳饰时最崩溃的是什么呢 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些 我以前在淘宝上买过的款 然后那价格是翻了十倍都不止 我觉得我以后可能都不会 再从淘宝上买那些贵的 最后要推荐的是 其实是个生活用品 就是这个 是小米的这个手持挂烫机 手持挂烫机的话 就是很多那种小家店品牌都是有的 然后我选它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样子比较简洁 然后比较好看 这个我最近用的还挺多的 像夏天的衣服就是比较薄嘛 就非常容易起褶子 穿之前用这个蕴馅的话 就是会平整很多 像我家有烘干机嘛 然后大多数比较大件的衣服 用烘干机是完全可以平整的 但是像夏天衣服比较薄的时候 就有些衣服就是非常薄 然后又小 还拧在里头 可能就会有褶子 所以就不太需要那个大件的挂藏机 然后其实我们家也没地儿放嘛 所以才选了这个小的 所以这个我就强烈推荐那个独居 或者是经常出差旅行的人 可以买一个这个产品 它用起来的时候就是 有时候会有那种 往出喷气比较大的那个声音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它喷出来的那个衣服 会稍微有一点湿 夏天嘛 其实干的比较快嘛 就抖一抖 然后晾一下 晾个两三分钟就完全干了 像这一箱水运 其实去运个三次教室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当然像这种小家电 它会看使用寿命 但是因为我这是刚买了 也就不到一个月 我也说不好 它到底能用多久 但是现在使用下来 是没有什么缺点的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一个产品 尤其是在相对于 它这个百元左右的这个价格 这个我真的很满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因为我最近买的东西比较少 然后又特别杂 大多都是那些生活用品 日化类的产品 所以就是可能化妆品有点少了 没有办法给大家做更多介绍 我下次多攒一点 跟大家分享吧 好了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